相对传统的电话随机抽样访问 商议式民调是上世纪90年代才在美国兴起的新民调方法 港大民调中心主任钟婷要指出 因为事前受访者要透过小组讨论或者研读一些背景资料 来加深对议题的认识 因此每个环节的独立性以及这些资料是否公平 都会随时影响受访者的判断 在研究机构应该是同一个委托机构之间 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身份 换言之在设计问题也好 在设计赞写一些文件也好 最好都是能够自己全力承担 就不是因为受到政治压力 不是因为委托机构来传摸他的意思 这次新闻局花费超过350万 在12月4号进行一天的商议式民调 收集公众和新闻业界对修改出版法 和视听广播法的意见 中庭耀认为按照专业的操作方式 当局应该先收集新闻业界的意见 再进行公众咨询 这个新闻法或者是新闻自由的一个复题 在澳门似乎又不是在坊间讨论得很久 这些讨论应该是尽早令到市民了解和认识的 所以在安排上面 可能是持份者的意见 能够早点说得出来 然后让市民真正在做商议的时候 能够知道业界是怎么看 正反合也好 大家怎么看 可能讨论的深度或者有用程度会来得高些 中庭耀认为 针对新闻界的专业咨询 并不适用于商议式民调 21V市彭爱兹王冠中香港报道